谢谢你们支持 要继续哦 欢迎收看股声详期 我是千涵 我是阿强 节目开始前呢 赶快帮我们订阅阿强老师 最新上线的YouTube个人频道 可以帮我扫描QR Code 赶快订阅起来 我们已经破300了 继续往400迈进吧 那打一共呢 今天是小涨了18点 昨天呢 我看到大家有留言 终于留言回复了 我真的很感动 我今天整理了三档股票 有2376技嘉 1513中心 还有8996的高利费 等一下我们请阿强老师 来好好解答 好 那我们在 今天我们本来要谈 这几个重点 连电利基电 世界先进 这是承受制成 然后AIPC的题材 已经开始逐渐发烧 各位投资朋友 应该都有看到 我们的华硕了 对 2357的华硕 等一下这个我们会一并来讲 我们首先呢 先来回复所有 我们有提问的 观众朋友的问题 那要提问的好朋友 都欢迎在我们下方 YouTube下面留言 留言的同时 并且喜欢我们的节目的好朋友 也顺口顺手 帮忙按个赞 那留言的好朋友呢 我们有看到 你的股票 我们都会去做一些研究 绝对不会随便糊弄你 然后随便乱扯 随便乱讲 绝对不会 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 不习惯 在LINE下面 这个什么 在我们YouTube下面留言的 有蛮多笔重是在LINE上面赖我 这个 的问题 像有一些在问像什么系统 这些我们其实都网路上都已经 回复给各位 我相信你有问的朋友 你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我的回答 然后我们今天先来看 像刚刚这个是中兴电高丽跟技嘉 对不对 来我们先起游一下 这个有点挑不出来 来 其实技嘉我没有特别的想法 什么意思 就是说因为 他现在的问题 不是产业的问题 不是他业绩的问题 是在于什么 在于他筹码的问题 因为其实他这一波的反弹过程当中 他的筹码没有明显的变好 没有明显的变好 而且再加上你看 他这样冲上去之后 你有没有发现 他虽然相对来说 最近是稍微有量说 但是均量是增加的 对 表示什么 他现在其实是在化解上面的套牢卖压 所以你需要给他一些时间 那如果既然你要给他时间 他同样是PC AI PC的一个概念 你为什么不选择我的话说 逻辑上就是这样 意思就是说 这位好朋友你的技嘉 我不晓得 第一因为这位朋友 他没有说他什么成本价买的 那如果说就一个角度来说 短线他还需要时间去让他的筹码 去做沉淀的动作 因为技嘉他过去一段时间 他是跟伪创跟广达绑在一起 对 所以当你看到广达伪创的股价 你的技嘉应该要心情好一点 为什么 因为你是站回到技线之上 但是由于现在技线是扣底的位置 是在这个位置 他接下来在一个多月两个月的时间 还是在往上扣 对 所以呢 他站在这边整理 他可能需要一段时间 需要一段时间 如果是要做短线的朋友 我们不建议做技嘉 那反而你去看华硕 昨天有人问华硕 我想 因为看到的时间 有点太晚了 所以我们在 就想说我们又有做华硕 所以我们等一下节目就来 会来谈华硕了 那等一下再来讲 那维新的部分基本上问题也不大 问题也不大 因为毕竟 你有没有发现 他其实这是一个复合式的底部 对 这边他其实打出来一个复合式的底部 在这个位置 他其实现在这个价位 他其实是在景线附近 所以他等于是还在景线附近整理 一根长河可以帮拉上来 突破之后在景线附近去做整理 所以就近代他整理结束 近代他整理结束 然后还有什么 中兴电跟高丽 1513 中兴电 撤退吧 撤退了 赶快撤退别玩了吧 为什么 因为这一波中兴电 你不觉得 他比华城跟比亚力还要弱吗 有 那当然就投资的选择上面来说 你前一阵子有看到除能的朋友 我要告诉你 绝大部分的散户朋友选到了 一定会选到中兴电 大概100个当中90个都选到他 为什么 因为 华城 冲上去 大部分人也不太敢买 位置很高 亚力 这个冲上去的过程当中 你没有买 后面你也追不上去 那当你看到亚力跟中兴 跟华城在带的时候 你不自觉的一定会跑去选到这一支 就会是变成这样子 所以 选股票 我们常常讲选股票要选指标 是 所以你看我选AIPC的股票指标 二三五七二划数 我们一定会掌握住 但是绝大部分朋友 最多人问的是谁 技嘉 对 对不对 你会逻辑很清楚 因为那个是筹码上的一个考量 不是说这档股票一定比较好 那档股票一定比较差 不是 而是说我们就一个羊群的效应来说 就是说 散户比较多的 那当然筹码一定比较容易乱 对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高价股低价股 如果你一个投资 一个篮子里面 有些朋友 如果你看 绝大部分有一些朋友 他所选的股票几乎都低价股 或者是中低价股 你会发现你赚不太到钱 对 有啊 我发现了 有这样 有这种状况 对不对 因为那个是因为你的选择 跟其他散户几乎都一样 就会变成是这个状况 所以当指标股 这一波最强的其实是亚力 再来是华晨 但是呢 我也要告诉你 短线热度都已经过去 是 他们已经在休息 而且在这个位置 你说要有人再继续往上推一升 其实 我觉得难度是很高的 对 所以我一开始才会说 你这个1513的 中心点 要撤退 你不觉得这一根是很特别的一个 这一点啊 12月7号这一天 你看上影创高上影线带亮 然后一路开始盘跌了 嗯 你不觉得哪里怪怪的吗 而且这一根红K棒直接破了 对 因为我发现这个组合K线是奇怪的 嗯 所以呢 这位观众朋友 建议你中心点要撤退 是 建议你要直接撤退 然后呢 还有 8996的高利 高利 那要这个我刚刚还在讲 刚刚千涵建议我 这种股票就给我们的观众一个痛快 要痛快 真的要一个痛快 为什么 这个股票不要再碰 主力早就已经在撤退 标准的主力股前面一段时间在涨 对不对 那当然第一个我不晓得您的成本 但是你看他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一个脉动 这个是很明显的 一个相对是比较偏空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会看到他每一次的修正过程 先前用跳空往下的方式灌破 这一条是月线 这条是季线 你有没有发现 每一次在破你下方你的均线 一般认知的一个技术分析的均线 你有没有发现每一次在破的时候 根本好像没有一样 对 你有没有感觉下方的下方的防线 然后包含这个半年线也是 好像看他就在那边 但是就好像没有任何支撑 这就是很标准的主力在撤退 已经在撤退 而且撤退到这个位置 当然你会发现先前一段时间的撤退之后 这一次的反弹 你看一波的急跌 这一波的急跌 是先前来不及跑的人直接的撤退 你会发现这后面撤退都是带亮的 所以他已经形成两个大的压力 这个大的压力是前面的主力撤退 撤退之后后面直接全面的一个撤出 所以你在这一段的反弹到这个位置 是 为什么又上不去 因为这边又套一批人 你会发现这边又套一屁股的人 对 所以这个你要这个其实我必须要说实话 这有点危险 你不要以为他有时候股价跌升 不代表他一定会涨 我们常常讲股 来股票市场不是去菜市场买菜一样 以前可能贵的时候高丽菜一颗100 便宜的时候一颗20 可能现在没有那种价格 一颗20 看他20块很便宜 我买个五颗 以前100块只能买一颗 现在可以买五颗 然后觉得很棒 那个是菜 但是股票市场不能这个样子 然后你再去换算换算什么 高丽的一个部分 你会发现他能像这种过去一大段涨 一大段的时候 是验证他营收要必须要 符合他的股价的时候 对 你看过去一段时间到9月以前 至少他的营收都还有维持年增两位数 但是到了10月之后 你会发现开始转蛋 对 开始转蛋 然后呢在营收最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 1.42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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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2.6 3.6 4.5 前三季差不多五块 你就明白 你看前面前面讲的很很天花乱坠 营收数字出来股价EPS换算出来 前三季五块钱 然后10月11月营收太子年减 对 难怪他股价会直接崩跌 因为我不晓得您的成本如何 但是我还是要建议建议这位观众朋友 这个有时候是危险的 因为这已经炒作过头 然后开始人去楼空了 其实还有另外一档 今天也停炒作过头 开始人家要撤退了 你知道3548的赵立 先前在推建赵立的财经专家 有没有告诉过你 告诉过你什么 赵立的订单哪里来的 知道吗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股价会涨 靠着气势上涨 跟着做OK 但是后面要见真章的时候 他就会跌停 因为营收获利会跟不上 赵立的订单是来自于富士达 因为富士达主要主攻苹果的订单 所以他的产能都保留被苹果 那赵立的订单就是接富士达 他们不接的中国的相关业绩的订单 那你现在要去看那些折叠机 折叠机不是一开始就推出的 不是现在才推出 三星早上推出了三四年 但是你现在路上看到你的同事 看到你的朋友 看到你周遭的同事 有人用折叠机吗 没有 答案是没有 所以折叠机会不会普及 你要想这件事情 中国厂商现在在推这个 不管是OPPO小米都有 那接下来就是要见真正的时候 那我可以直接告诉你 基本上我对于折叠机 目前的看法可能就卖这么一次 照例就这么一次 目前我们来看是这样子 除非苹果能够刮起另外一波的旋风 所以如果有照例的朋友顺便谈到照例 明后天如果有打开有机会赶快跑 好 这其实我们从产业可以观察出很多的事情 就是说你会发现为什么常常腔调 一定要从产业 从筹码的角度先来看 技术面那辅助来参考 辅助来参考 你这样的双双搭配下来 你会发现你的进跟出就非常的有依据 哇结果前面讲了这么多时间 顺顺下没多久时间要讲节目了 完蛋了完蛋了 赶快还有还有那个观众Light的提问 来不及了啦 对没关系我们直接这一定要回复 因为这是在Light上面回复的 他问他在问说 因为有别的老师可能在东 他在看到我的节目跟别的老师的观点不一样 那别的老师可能是在说 这个什么世界先进会可能会有机会往上冲 像虾位是数 他是讲世界先进的 那当然这位老师基本上我也认识了 那基本上我们没有评论任何人的看法 我只是要先告诉各位一个很真确的事实 你如果单纯来 5347 5347的世界先进 如果看技术面当然这个位阶是在低档 然后这个这里又出量了 当然这拱上来之后 这当然叫做所谓的一个右边的一个底部 对 对不对 2303台台这个连电 相对它的底部就没有像这个什么 世界先进这么漂亮 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论据说 5347 因为看这样子 现在79块多 有机会上三位数 基本上如果按照这样的技术面来看 不能说他错 不能说他错 但是如果你只要有一些产业的背景的人 你知道明年中国大陆成熟制成 44 哇 暴增32间 原本现在全世界大概44家 现在要增加32座 供给增多了百分 多了差不多七成的晶圆厂 天哪 产能当然还没有确定 当然要细算了 整个供给量暴增的情况之下 我就问各位了 你技术面短期短线会有机会往上攻 但是整个中长线它后面就会很惨喔 成熟制成的晶圆代工后面就会回到当年 难道大家都忘记以前连电是什么价位吗 以前的连电是这种价位不到20的 未来它就会是这样 啊老师连电以后会回到20块以下 我告诉你那是真的 因为面板当年怎么被搞烂的 面板双虎友达群创 以前还叫做奇运美 为什么被搞烂 就是因为中国大陆一直开开开新的产能出来 对 LED也是啊 嗯 对不对 以前那个什么经电嘛 对不对 外面的那个合并叫什么精彩啊 还是彩玉 反正就是就是那个嘛 你会发现那个都是因为大量产能开出来 因为你成熟制成 它本来就不是有技术门槛高的一个产业 你只要有钱砸下去 它就行了 所以我给为什么我放这个给各位看 这个你不能说连电过去哇 这个111年赚7块 110年赚4块 然后你用这个股价 用这个EPS来去估它现在股价是合理的 不对 你应该是要去看未来它就会是零块 零点多块 是 我先讲来这边 5347你看9块7块之前平均大概3块 嗯 3块不到4块 所以技术面有机会啊 但是你从产业的角度出发之后就很可怕啊 嗯 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去选择说从产业从技术面从筹码面都很OK的股票 是 对 一定有嘛 不需要去搞那么竞争激烈的一个方向 对不对 这个是我们今天回答观众朋友的问题 哇 又不小心回答太多了 那当然你我都欢迎各位好朋友你有空提问 不管你在Lite上面提问 或者是在我们下面留言 这个真的要给千涵一点工作 是的 所以 爱工作 留言给我 这也是尽量在底下面留言 YouTube下面留言 然后喜欢我们的回答就帮忙按个赞 好 那我们最后剩一咪咪的时间真的快来不及了 来 先提醒几个重点 你迅速我们用快转了 1.5倍好不好 来AI刷展顺序 AI伺服器 今年明明接下来开始AIPC AI穿戴式装置 这里有很重要的 未来就是AI安全的防护 你记得一个名词叫做晶片安全防护 用硬体去做的一个资安的一个防护动作 目前有几家公司正在做这一块 这是比较更远的未来 我说做股票就是看未来 好吗 我先给各位这样子的提示 好 那再来因为时间不够了 晶元2387的晶元 这个是我今天 这个是上个礼拜12月6号 我去非凡股市现场节目当中 谈到了2387的晶元 今天亮灯涨停 有看到那一集节目的好朋友 今天有赚钱的帮忙点个赞 好不好 然后呢 但是我这边要提醒哦 今天爆量攻上涨停明天隔日冲会很大 是 有赚钱记得要跑好不好 然后呢 剩下这些时间呢 华硕就仔细盯着他 仔细盯着他 华硕我是非常看好 而且我们本来 我在390块附近买的 今天已经差不多来到410 然后呢 这些我就不再赘述了 最后我要提醒给各位看这些 CES展 CES展 这个是CES展这一次的封面的图 给各位看他All On All On 其实他好像里面 他是他的口号啦 标语 All In All On 还是什么 他前面有一个 有一个 这个我不去解释 是他这一次的CES展 在明年1月份 纳斯维加斯的这个 1月9号到1月14号 1月12号 那这个是美国的时间 当然你到时候自己在换算 但是我要表达的重点就是说 这一次的CES展 大家所有的目光焦点 科技展当中 所有目光焦点都会在AI Intel 我们前两天有跟各位说过 Intel的这个新的处理器 今天13号嘛 明天就要亮相 12月14号就要正式亮相 12月14号正式亮相 微星技嘉华硕 甚至到宏基 当然他们相关配合的合作伙伴 AI品牌的一个相关的PC 他们都会有 那当然这边可能会有 投资朋友会问到说 可是老师我们真的需要 AI PC吗 我要告诉你 前几天我不是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吗 微软 他为什么也在推自己的 AI加速器 微软为什么定出 它的未来 AI PC的算力标准 要达到45Tips的 这样子的算力标准 你要记得微软 是我们像我们现在用的电脑系统 它是龙头嘛 不管Windows都是龙头嘛 他们定出这样子的标准的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未来这些AI PC 要绑住相关AI的应用诠释 你就要符合那样子的算力才可以搭配上来 所以软体商微软在发展这一块 Google在推自己的生成式语言 Gemini 新的Gemini的一个生成式语言 然后硬体也要搭配上来 所以未来你一定会需要AI PC 所以以上是我们今天给各位的分享 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收看 喜欢我们的节目 喜欢千涵的好朋友 要多多给千涵一些工作 好不好 欢迎在下面帮忙按个赞 谢谢 谢谢小老师的分析 赶快留言 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吧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哦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马上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谈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到实地则房产业 并在这番频道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进第二份薪水 感谢观看